大家好,我是玫瑰小舍 现在这是香春的季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春酱的做法 味道香浓,营养好吃又下饭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早上看市场上有卖香春的 而且还特别的鲜嫩 我买了这么多的香春,总共花了5块钱 香春呢,又名香春芽 香春的营养丰富,香味浓郁 趁着香春的鲜嫩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香春酱的做法 先把这些香春芽炸一下 把香春芽上比较硬的老梗都掰掉不要 这个时候的香春芽还比较鲜嫩 中间的根部也是可以吃的 这会儿香春全部摘好了 然后把这些香春全部清洗干净 多冲洗几遍,把上面的灰尘都冲洗掉 锅里水烧开后 直接把香春放入开水锅里焯水 把香春烫着颜色变绿就可以了 然后把香春控水捞入盘里面 香春再过下凉水 再用两手使劲拧干香春上面的水分 然后把香春全部切的短一些 切好的香春 装入碗里备用 下来准备需要的配菜 切一节葱段 全部切成葱花 再准备一个大蒜 先将蒜切成片 再全部切成蒜末 往锅里倒入稍微多一点的油 油微热的时候 加入切好的葱花和蒜末进去 用小火慢慢的炒出蒜末的香味 炒到葱姜的颜色变微黄就可以了 不要炸焦了 然后把切好的香春倒入锅里面翻炒 这里可以多炒一会儿 把香春里面的水分炒出来 炒大于两分钟 放入锅里加入盐 加入一勺鸡精 进去翻炒均匀 这里不需要加其他多余的调料 过多的调味 会将香春的味道遮住 加盐和鸡精不可以 然后往锅里加入三勺粗一些的辣椒面 转小火翻炒 炒出辣椒的香辣味 最后再加入一把熟的白芝麻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直接盛入碗里面 好了咱们这个香春酱就做好了 香味浓郁超级下饭又好吃 用来夹馍拌面条吃都非常的不错 做法和用料都非常的简单 趁着现在的香春还非常的鲜嫩 大家赶快去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点赞转发 咱们下期视频见 给大家看一下 请icus